民眾又抱怨說 又出現交通的搶錢陷阱 是在臺北市的中城路 要往中山北路市區的方向 因為是乘K字型的路口 往巷子可以直接左轉 但是往主要幹道是必須要待轉 規定很複雜 問題標示又不清楚 所以常常有人被開罰單 民眾就批評是在搶錢 拿著罰單在大馬路口 警告騎士別傻傻的直接左轉 吳先生就是搞不清楚 這路口到底能不能直接左轉 赤下一張600元罰單 我就拿這張單子給他看說 請你們不要直接左轉這樣 我剛剛被開了600塊的罰單這樣 我至少救了10個人6000塊 幫小市民 但明明路口100公尺前 就設立兩段左轉告示 路口更設了三面告示 還是有人要違規 有人心存僥倖 也有人中了告示牌的招 像這兩面告示 一個寫靜止左轉 另一個寫棉兩段 沒走過的還真的是無沙沙 台北市中城路 和中山北路口 因為呈K字形 往中山北路六段35項 才能直接左轉 但往中山北路六段主幹道 就得乖乖待轉 但標示不清讓民眾大罵 根本是搶錢陷阱 看都看不懂啊 對不對 你有被開過罰單嗎 我沒有 我有看到 我就不敢走了 就這樣 你覺得不合理是不是 對 非常不合理 議員調出資料顯示 98年7月到現在 光是為兩段左轉罰單 就開了1847件 市庫進賬110萬 警方表示取締核罰單 市府人員承諾 將改善告示牌大小 提高警示作用 民視新聞正好一股告訴台北報導